大家好,我是桑普,欢迎大家来到桑普论症这个节目 又到6月14号 希望大家继续支持桑普频道,留言,分享,订阅,youtube,patreon,看完广告,以及利用superfans的功能支持赞助本人,多谢各位 其实不需要担心的,我想很多东西 很多都是心魔作祟,到今时今日我相信是安全的,所以大家继续superfans和patreon支持本人,每月定额的赞助我相当感恩 那我们今天讲几则香港的新闻,和大家去回顾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 今天香港的红乳,我想希望大家都保重,希望大家身体健康 台湾都会间歇性有些狂风雷暴,也有几阵骤雨,没有狂风雷暴的骤雨 希望各地的地方,无论你在身处哪个地方,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平安,快乐 六四三五周年当日,就是US8964 这辆车,保时捷跑车 一如去年,被警方扣查 车署赵生,我都说过,他曾经说过 今天也向独立媒体表示 星期三已经拿回车 即是说在两天之前 6月12号已经拿回车 他质疑连续两年被扣查车辆,理由相近 认为这样执法真的没问题吗 US8964车主赵先生,今年6月4日下午起,已经怀疑被跟踪 在驶过东区海底隧道后,在东区走廊被警方截查 车辆被扣查 赵生回风,倒落媒体的访问时指出 已经在6月12号,星期三拿回车 警方说他的车辆 杯子有跌行 死气的声音磨大 以及车胎有磨损 你由这些说法跟去年被扣查时近似 即是很荒谬 你可以在折查之前知道这些荒谬 保时捷 当然有很多这些 价格保时捷都是这样 山顶住的那些大把都是这样 扣你当然不是因为这些原因 当然是因为US8964 你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你不钉了他的牌子 取消号 以后说612来 612拿回车 庆祝612 还有612 69 721 831 101 71 你全部都不可以 车友车有这些字在上面的 全部钉死他们 是不是这样 所以我说 石鼠石鼠 无石我说 今时今日这些港共政权 镇压不打草稿 他要玩你的 根本上是二余反掌 今天镇压到8964 明天可以镇压69619 612 另外还有 71721 831 1011 1111 全部这些车 摆明是说反送中 是吧 928 佔中 是吧 雨伞运动 全部都可以 逻辑罪名 怎样都可以 京功之了 今天攻击一辆864 不要以为跟全香港的车没关 全部都有关 那你想想 是多么荒谬的一件事 今天赵生拿车的时候 警方不容许直接洗走 说要照拖车 拖往车房 维修后 再次验车 先长重新 在露面行势 刁难他 赵生又提到 两次被扣查车辆 都是同一位 督察 负责 理由也都相近 摆明是有任务 不是因为督察 是督察 上面的人 人要这样做 赵生说 去年车辆被扣查期间 他的身份证和嫁照 都未获发还 查询的时候 只获回复 同事说 说给了我 今年 再被 检查身份证和嫁照的时候 对方就说 现在 看着 现在给你证件 就是说到最后 禁止那天 怕他们在那 出街行 警方觉得这些招摇过市 事实相证 无望六四 至于去年 拿回车的时候 发现车尾被刮发 赵生说投诉之后 警方 会调查 但一直没有回音 已经调查完毕 又调查开始 已经是调查结束 即是 没问题 再吵就拉你 你就有问题 今年车辆再被扣查的时候 赵生询问进展 莫回复说 无法查明怪花原因 并叫 为车辆 购买了全保的赵生 可以向保险公司刹上 全部都是这些转移焦点 赵生认为 相关行动 一年比一年升级 只是因为一个车牌 质疑是不是 现代版的文革 不需要质疑 是 还要比 文革更加厉害 这样执法真是没问题 这个就是问题 这个当然 赵生都说过 他和家人一起在外国 部署 希望他 尽快承行 独立媒体曾经向警方查询事件 的时候 详情 警方当时回复说 因为只有车牌号码 未能提供行动 就行动提供进一步的资料 和详情 就是说到最后就是 不说 冤 OK 这个就是最恐怖的一种 红色恐怖的统治 那么 虽然我说不幸中之 小幸 招生拿回车 但是更重要的是 招生和家人都能够平安 在这里默默对他们 献上祝福 香港这个地方 如果有能力离开 你不早离开 要迟离开的话 会牵涉很多的问题 OK 我希望大家都 尽力把握 现在 尚余的余暉 去做这件事 另外一宗新闻 根据renews的报道 2019年反送中运动期间 经常延伸示威现场 希望为示威者提供法律协助的 失明律师 陆耀辉 Joynook 他2021年 即在三年前 离港 前往加拿大 陆耀辉近日的社交媒体公布 获得多伦多 Ut University of Toronto 大学的法律系 六取 希望终有一日 能够在加拿大再次成为律师 继续为心里面所想的正义和公义 继续发声 直至黎明的来临 我觉得是很好的事 当然不是律师是最好的行业 每个行业都是他的专业 但你看一下 比如许智峰在澳洲做律师 我现在在台湾都做律师 那你想一下去到这个 陆耀辉 Joynook 未来 希望他读完法律系之后 在加拿大成为正式的律师 我觉得这件令人感到很开心的事 这位失明律师 中国有位律师叫陈光诚 一样失明 这位陆耀辉 他是一个很好的一个 失明律师 我常常都在示威现场见到他 很热心 我希望以他的能力 可以为加拿大继续发光发热 中国失明的这个 维权人士 陈光诚 都为了很多人将来 维权律师陈光诚 我都希望 香港都有真正的一位 陆耀辉 坚持自由民主的理念 继续在不同的地方 继续从事律师工作 我们不会停下来的 我们不会说 满足于自己对 以前19年的想象 或者继续 炒冷烦 我们会拒绝遗忘 会纪念这件事 但我们不会 停下来报仇 我们要继续 在这个社会奋斗 即正如 许智峰在澳洲奋斗 我在台湾奋斗 我希望读耀辉 好好读书 亦都希望 他有朝一日 能够在加拿大再放异彩 大家互相鼓励 大家同道互相 心连心 我们一起 在自己 崗位上 继续自己的事 比如我 近这个月 我都知道 夜晚我要教书 我通常都 以一改为 下午6 希望大家不要介意 因为我下午6 就要 落身足了 我 在这个过程中 我希望大家 明白到每天都要 周一至周五 基本上都要每天教书 还有下星期有段时间 不在台湾 OK 那我都会继续 论节目 和大家去 做节目 去哪里呢 到时 和大家 打开关子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段时间会比较忙 但我坚持做节目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 这件事是我说香港的事 希望 在香港说不到话的人 我的声音能够 给大家 知道 人心不死 而我们的心都不会死 很希望 陆耀辉能够成为一个 Joy能够成为一个 好好好的 很出色的律师 陆耀辉在他的post里面说到 早前收到多伦多法律学院 录取通知书 感到非常开心 虽然还有很多 准备工作要处理 但期望明年 能够完成 课程在当地執业 很快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读着LLM 即是他一个 一年的课程 那陆耀辉能够 完成课程之后 考到当地執照 就可以在当地執业 期望可以帮助到香港人 继续以 人权律师身份发色 这个我觉得是 相当重要的一件事 也希望这件事能够使得 他们更加 向前发展 我都希望这件事 不断去 奋法 另外一位 也是之前我节目说到的 Lord Jonathan 总统 英国最高法院前法官 亦都是 香港 中审法院的 前 海外非常任法官 沈耀信 已经辞职 沈耀信分着 约翌尔 约翌尔 辞去了香港 中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后 接连现身 除了在6月10号 在这个 Fanancial Times 发表文章之外 他在这个星期三 12号 接受英国 天空新闻 Sky News 的访问 表示 自从北京推行 港版国安法之后 香港人的生活 变得越来越艰难 他虽然不认为 香港民主 而死 但也处于 生命 垂危的状态 这个很忠衡 OK 而且这些 这样的说法 基本上 应该早已经说了 你说的 港版国安法 2020年 今年2024年 所以我说 早知今天 何必当初 早应该辞职 还有你应该拉大队一起辞职 如果拉不到大队 不要紧 你自己辞职 非常好 你辞职 迟到好 没有 但是早应该这样做 而正下来的7个人 3个英国 4个澳洲 全部都应该集体辞职 集体谴责 集体来讲 来讲之后 集体再上电视谴责一次 那就非常好 香港应该将所有的终审法院的法官 海外上的非常法官 不要做这些民主花瓶 纳水极权共产的花瓶 何必呢 这件事绝对是没有必要 OK 不要跟我说一大堆的东西 全部都是浅作怪 今天神耀信你都很厉害 2020年你都知道更加难 生命顺利 你都舔足四年前 2020年 2021年 2223 去到今年 四年前 超额完成 刚刚的 就是英国天空 新闻的访问的时候 自从2020年 北京推行港版国安法 香港人的生活变得越来越艰难 尤其那些否定香港政策 希望香港有更加民主的人士 他重新香港本身已经有足够的法律处理2019年的示威 但看回国安法的使用方式目标是镇压和平反对声音 这些不是早已预知的吗 我2019年 我6月的时候已经预知这件事 所以我2020年6月的时候预知这件事 所以我2020年的7月 就离开香港 来到台湾 我是一个 不是法官 OK 但我都知道这件事 为什么这个英国罪国法院前法官 神妖顺分着你不知道 因为你太 无知 太无常识 因为 诈傻白懵继续舔足四年 才四年之后 发现23条 4、7、5案之后才走 那大家 可以回想 所以我不会过度包容这些法官 我只是说这些事只是讲出一些常识 He is telling the common sense 他只是讲一些常识 可以讲出的说话 卑之无甚高论 但我只是说 他的行动 是好 但我希望鼓励更多人 你看其他两个 麦家林 回到去又说养老 80岁 又说香港依然有独立 另外那个 就只是说香港政治环境变差 但是法官依然有独立的 何 廉斯 两个都不敢讲真话 三个辞职 两个就是养尊 储优 避是 为官秘是平生此 于是乎不讲义 不为香港说半分的说话 可能他们忠诚的 就是一种抽象的所谓法治的精神 加上自己的 这个搞法 名誉 金钱 身水 但是他不是忠诚于香港人 这个就是分别 而他们本身就不是香港人 而是外籍人士 那么你想想 这些情况 是不是一个好事 我一个大问号 OK 那么这个花瓶 终于要 结束的一日 希望大家明白 说回大家关心的47人案 47人案大家知道 就是 47名民主派被控 串谋 颠覆国家政权罪案 即所谓初选案 16个被告不认罪案 5月30号 已经裁决了 只是刘伟聪 和李宇信被判无罪 刘伟聪是杜流人士 李宇信是公民党的人 他们两个都成为了 现在公民党已经解散了 两个已经成为了国安法后 首两名被告被判无罪 OK 国安法之后 定罪终于不是100% OK 终于是 99.999% 另外剩下这些 两位就被判无罪 控方即日 说有意提出上诉 要求 无罪两人 维持原有条件 保释 控方已经即是提出上诉 袁仲庭最终 下令两个人继续担保 减少 警署报导次数 一个月一次 减少到一个月一次 律政司回复 法庭线的时候 确认 在星期四 昨天6月13号 即裁决后14日 限期的最后一天 就要决定 究竟是否要按照 刑事诉讼 程序条例 提出上诉 律政司就已经根据 刚刚说的条例第81 D-A条 就刘伟聪的 无罪裁决 提出上诉 律政司也确认 没有 就另一个被告人 李宇信的 无罪裁决提出上诉 李宇信是目前唯一 国安案件的 被告 原宗 原审获判无罪 的选举 还参与 不会选举的 多鲑鱼 交出旅游政刑 这个重要 就离开不了香港 法庭线也都向律政司 查询 李宇信的保释安排 获回复说 会依法 和按照法庭的 指示处理案件 不会对案件的 细节 作进一步的评论 那是不是等于说你今天不上诉就解除 就是将这些所谓的 条件完全去解除 应该是这样 你不上诉 那就等于 无罪裁决 确定 无罪裁决确定 你是没有任何 要 再对他 扣押他证件 禁制他任何人权 的必要性 是无罪之人 对不对 所以这件事都需要法庭的程序 要将这件事 将它解决 我觉得这件事 大家都要清楚 代表李宇信的大壮观文卫 就是说 条例指明 是以 案件 情述方式上诉 据案件 案例 只可涉及法律争议 并指出根据袁仲廷的判词 裁定李宇信 无罪的理据 关乎 是不是信纳 李宇信对公民党 立场不知情 就是证人是否可信 又会说 如果控方要申请成功 要将他 dress it up 包装成 法律争议 并且说服上诉庭 即是你今时今日 你用案件 情述方式上诉 只要涉及 法律争议 就是legal issues 如果没有legal question 只是factual question 没有办法 再上诉 现在控方 没有办法 将整个案件 dress up 成为一个法律的议题的话 基本上 没有办法上诉 那当然 你会看到 现在就是李宇信 就不要被上诉了 也都 完了 等于 法庭是应该 就是说 撤销 对他任何的 一些保释条件限制 或者根本上 根本上的保释 这些无罪之人 没有案件 毁于他一身 所以应该要全部 将他解除 我们要看看 即是说 未来的时间 就会有求情的时间 大家看回有关的 网媒都很清楚 我不逐一读出来 但只是说 希望 大家就 祝福他们 因为 一点都不容易 一点都不容易 我自己说 面对这些 这样的横逆 绝对没有人 希望出现 这样的情况 那么 李宇信终于 完全洗脱罪名 不会再提上诉了 但 我只是这么说 共产党 玩不到这一宗案 会不会 coop另一宗案 去玩你 我不知道 所以 活在 动物园 动物园中的香港 是很难 我告诉你 很难 告诉你 大家要怎么做 我当然鼓励大家 温存希望 和守护公义 温存信望爱 这是一定要做的事 但我只是跟大家说一句 你在香港 无论你 有没有做过任何事 蓝丝黄丝 什么丝都好 是头面人物也好 是一些默默支持民主也好 没有人是安全 没有人是安全 是安全 是安全是你的感觉 但是我只是说 没有人客观上 是真的说 绝对不会被这些警察去 针对 所以说 去到今天 如果你想要一个自由的人生 即每一个人要自己进入自由的人生 和你下一代自由的人生 香港是没有允许的 在这方面我觉得是game over game over 会不会有an other new game which is brilliant 即是会start a new game 可能会 一定会 一定会来到 我们的信心一定会来到 but not now 而且一段比较 可能比较中长期的时间 会比较辛苦 就是中期的时间 会比较辛苦 希望大家真是明白 一点都不容易 李宇信是因为 在初选筹款期间 过后再参与 也没有参与过公民党 对于麦乐无悔声明的讨论 因此裁定他的罪名不成立 而刘伟聪 说不清楚 为什么自己的名字 会出现在麦乐无悔声明 在竞选时也没有提及 没有差别的 否决预选案 裁定他罪名不成立 但因为他的名字 事实上真的有出现过 在麦乐无悔声明 当然可以说他 助理自己填入 但他竞选数没有再提及 无差别否决预选案 所以 当时 那三个罪人 判决刘伟聪 罪名不成立 但他现在全案上诉 换言之 47人案 只有一个人 暂时被确定 无罪 他保释条件有没有撤销 还有待观察 这个真是 比较令人心惹的一件事 最后跟大家讲一讲 李家超 李家超最后有一些很奇怪的说法 我觉得他真是 完全白痴 这个白痴 以前中学的时候 我想大家读过中学 都读过一篇文章 叫做《桃花玄记》 《桃花玄记》 就是 不知有看 无论魏俊 大家知道 这些东西完全都知道 他说的是什么 就是有一天 去到一个地方 发现一个仙境 我觉得可以隐势 避开 暴政 其实《桃花玄记》 的重点 就是 避秦 避开 暴秦 秦 China China China的 Chi 是秦这个字 不是 Gina是翻译 Gina China China whatever you say 什么口音都好 其实这个字的字根 是秦这个字 是暴秦 这个《桃花玄记》的故事 就是避开 这个 这个是暴秦 问题就是 李家超 说香港 不能隐势 如《桃花玄记》 他说 就是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这件事的话 他说 没有人知道 是去不了的 就是要让大家知道 这个是《桃花玄》 没有人知道是去不了的 第一 我没有人知道香港的《桃花玄》 是不是 台湾也不是一个《桃花玄》 我想没有一个地方的《桃花玄》 冰岛有火山爆发的 加拿大要申请很多工作 签证等等 移民都是大问题 人家哪有《桃花玄》 《桃花玄》 那么 《桃鸢明》的《桃花玄记》 第一 你将香港 标成为《桃花玄》的话 就很可笑 如果香港的《桃花玄》的话 那么台湾的《桃园》 就是《桃花玄》 更加《桃花玄》 是不是 第二件事 没有人知道 是去不了的 是啊 没有人知道香港的《桃花玄》 当然去不了了 终于你再说回对我说话 因为没有人认同 香港是一个《桃花玄》 那哪里会被人去这个地方呢 对不对 赶客啦 李家超 立法会在昨天早上 举行行政掌官互动交流 答文会 其中一次讨论 弘养中文化推动文女融合 李家超就展现他文化草藝 文化是什么草藝 他分享中学时 读到《桃园明》的《桃花玄记》 了解到宣传的重要性 喂 《桃花玄记》 和宣传的重要性 是两个《桃花玄》的相求 宣传的重要性是党国要求的 《桃花玄》没有这样的事 他说 终于在世外桃源 没有人知道 是去不了的 他认为 香港有很多特色旅游路线 因此 宣传十分重要 不能成为一个隐世的地方 他说 香港是一个《桃花玄》 不是一个《桃花玄记》 香港是一个《桃花玄》 不是一个《桃花玄记》 他说《桃花玄记》 这个《桃花玄》是隐世的 它的《桃花玄》是真的 所以让人知道 你说什么 你玩什么字架 代表什么 《桃花玄》是记述一个 《桃花玄记》 《桃花玄》 无意之间 发现《桃花玄》的经过 和《桃花玄》 是一个理想的 避秦苛证 远离战乱的 理想美好世界 文章体现了 陶渊明对理想社会的追求 反映他对现实社会的不满 OK 这个就是《桃花玄记》的精神 OK 这篇文章不错的 这个是 绝对是值得去 去看的一篇文章 我想中学的时候 大家读过这篇文章 这篇文章 和推广香港旅游的关系 莫名其妙 在这个李家超 听完不同意见的 之后呢 他表示 另一段上头 以前读书的往事 说他 他不是列出《十一》那个往事吗 这个毛泽东有首人悔的诗 歌手说什么呢 天生一个先人董 无限风光在险峰 天生一个先人董 无限风光在险峰呢 那大家读不读 明白吗 那 他说他以前 如何在这个先人董 滴水董 玩到人的故事呢 大家知道 同样的 李家超 身为《十一》个 天生一个桃花洞 天生一个桃花洞 无限风光 马上风 就是李家超 送给你 李家超听完不同的议员对于这个意见之后 以前读书的往事 说这个陶渊明 在这个世外陶原 这个愚夫荡室路先去到的 去完之后想再去 找不到的 他又说 中仍是西外陶原 没人知道 是去不到的 什么 什么道理呢 是不是 你知道这篇货文讲的什么 是讲避秦 你是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习呢 是这个低级和高级客呢 是鼓励香港人 用桃花保存桃花源的心境 在心境里 之后呢 抗暴秦呢 灭暴秦呢 那你看不到这种东西 你看不到什么呢 哎呀 当塞路去到的 只是找不到的 所以没人知道是去不到的 说这些东西是 废话中的废话 完全文不对题 完全屠冤明的本意都不是这样 而如果你这样想入非非法的话 什么都可以了 就是我说 李家超为什么读书 真是一样的 就是这个原因 这些不需要考什么什么状元 不需要这些 是一个基本常识话 是吧 是一件是非对错的问题嘛 你自己触自失低低级和高级客 你用 桃花源记的选择反党是一大发明 李家超 你今时今日李家超 你讲桃花源记就是反党 就是抗暴秦 是暗示着香港原先是个桃花源 之后共产党游轮之后 那些人就当失努 去不了 去完之后 想再去 找不到的 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知道是去不了的 就是告诉你 以前的香港已经死了 好了 李家超 秦成监狱 感州监狱 等着你 OK 我觉得他讲这番说话应该贴堂 所有大中小学 要将李家超这个语录 讲清楚他 就是我们要香港成为真正心中的桃花源 西埃桃源 抗暴秦 灭暴政 有李家超 赠美一夫 全香港所有的学生老师 一起大干快想 多快好省建立反共灭习 杀尽党员的 真正的 香港民主道路 他就说 香港有很多特色旅游路线 宣传很重要 宣传才知道 香港是一个桃花源 但香港不是一个桃花源 那是说什么差 他说因为桃花源 它是一个隐世地方 我们要所有人都知道 所以香港打造它在不同方面的桃花源 是非常对的 打造不同方面的桃花源 弄点桃花 小桃花 有一个小桃源走家 桃花源 多厉害 不同强调政府 只有踏台作用的 李家超 再借题 叫每个市民和协计参与 他说桃花源有多少桃花 大家平时怎么生活呢 要在座每位一起创造出来的 你收档啊 是不是 这些东西完全分析门面 和共产党人的说话 完全是共产党员 议员的建议离不开开放 红色 蓝色 绿色 旅游 红色 蓝色 绿色 旅游 那为什么没有黄色和黑色呢 那为什么没有黄色 教有新意的是 绿色 绿色有问题 绿色 台独 教有新意的是 张恩宇建议 推广香港交通文化 最近的士很有趣 哇 两个乘客吵架 一个下车 另一个继续 可能已经暗暗 司机停下车一边 跟乘客吵架 一个啞铃 在后面的箱子 拿着 一下 打到乘客的头上 幸好打不死 几天 香港的士真是厉害 又有个video的片段 我看到这个 的士突然之间走着 突然之间 插入离行车 到头车 然后大货车高速行驶的时候 一下子撞过去 没有撞到 撞到后面 货车走了 那个的士撞掉了 前面小泵把 这是香港的士 香港的士就是这样 是不是 你叫我好 好礼貌 你叫乘客好礼貌 乘客不好礼貌 我怎么好礼貌 他有压力 我有压力 是吧 香港的士就是哗啦啦 如果我有一天 做香港的 就是 开装做这件事 我会把所有的士牌 没收 用你原价 收回你 先达 谈美术 PK 收回原价 不会给你赚半分钱 收回你 没收你所有的士牌 你不交出得 宣布你全部无效 重新 考一番 新的新 重新发牌 发牌条件 相当严格 一定你违反 扣分 扣满目几个分 DQ你 不做的士司机 你要吵 赚钱而已 桑普什么敢 道役有道 你做的士司机 都要有道 我不做 王秋生的位 做的士判官 杀了你们这班司机 但 你们这班司机 落红雨 落黑雨 落8号风球的时候 怎么狮子开大口 跟我乱收费 每次都是这样 你问一下 台湾会不会这样 你问一下 日本会不会这样 找食者 通融一下 你收费 都说要没收你们所有的 原价 将你们所有的 收回所有的牌照 批出牌照的时候 10万 现在升到30万 用10万收回来 不收得 一元都不给你 立即宣告你失效 你一定要收回 你抗议 TG 是不是 很害怕 手楼 你不弄手楼弹 已经好了 橡胶子弹 你玩 继续 Come on 这么厉害 所以我就说 香港的士 你不要跟我说 任何的 说服我的话 我觉得我已经 告诉你 我完全对这班人 很客人 当然我不会用香港的士 但我替我香港人 很惨 真的很惨 所以说 交通文化 收皮 是不是 李家超 就是说了一大堆的东西 什么什么 李家超说 表示如果要政府赞助 就要看情况 看项目 他说 新界有很多吸引特色 有什么吸引特色 小桃源酒家 是不是 白衣人是很特色的 白衣人 何君堯都有特色 还有很多 上水佬 如果吸引力量 在香港某个地方 搞个好吸引的 什么什么成 什么什么古都 这些人都可以的 这些白痴的 当年 习近平 在河北正定 搞了个荣国府 搞红楼梦 你不懂的了 李家超是读试片的 红楼梦荣国府 之后就怎样呢 原来搞到一半 假大空 大白杖工程 烂尾 走的时候 被人笑了 不得咬的 你做主席以前的坏事 再搞一次 我问你 你是不是在主席的伤口上撒盐 做什么什么成 中国成你有份 什么什么古都 我不知道你搞什么 夜总会有份 你打算 和这个主席这样 搞什么荣国府古都 你是不是 在杂猪头的伤口上撒盐 你是哪位 你知不知道你犯什么错 你知不知道你 在聚落习主席 你知不知道这样做法 是低级和高级黑 摆明是反党反社会主义 不似于人类的狗屎堆 应该找共产党的人弄一下 你这么多人想做特首 应该想一想 参与他一半 我建议你那些人做特首 想做这个共产特首 打倒你这个阿超 是吗 这些垃圾 摆明是低级不高级黑 那如果你说是低级红 那你就低级 你是红的 但是你是低级的 什么叫低级 真真诚诚 说些东西不知得罪了主席 那你不是低级的 不是低级的 再说一次 你高级红 低级红 打就要认 错就要站定 错就要认 打就要站定 他说和从生 要怎样打造这些成和鼓刀呢 各位 选择题 究竟 不是选择 填充题 究竟李家超说 究竟要怎样打造这些什么什么什么鼓刀呢 大家想一想 三秒钟时间 扣什么方法 一 二 三 各位 这些答错了 是要演戏那帮人 这个就是李家超的答法 怎样打造什么什么成功 是要做演员的 有演员 就有鼓刀 有演员 就是什么什么成功 李家超 特首 手皮 是不是 就是我背后告诉你 他根本上不是 他不是决得那么简单 是无能 这个无能很严重 唯独是我比较欣赏的 就是杜琪峰导演 杜琪峰2005年发起的 是先浪潮国际短片节 第18届 就是星期五开幕 就是明天开幕 今天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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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是短片节 列历来一 第一次不获 艺术发展局之助 而放映短片数目 要由30部 减至24部 杜琪峰在先浪潮主席的话中指出 香港电影的大环境仍存在严峻的挑战 但香港的电影 不论长短 没理由不继续拍下去 即使往后可能会有更多考验困难 先浪潮会继续开发资源培育年轻的电影人 一如电影创作 唯有迎难而上 抵礼风折 总有一天能够克服一切阻力 虽然前路明暗不定 有点崎嶼 又有点窄 但 先浪潮同仁 承诺仍会一步一步继续走下去 所以看到很多新进电影 比如《树大昭峰》 导演许何文 黄伟杰 欧文杰 《逐水漂流》 李俊石 《守卷烟》 陈建朗 《但愿人长久》 竹子言 《年少日记》 卓逆谦 《正义回郎》 何着天 《窄露微尘》 《临深》 等等 都参加《仙浪潮》 接着 香港的电检 逐年收紧 《仙浪潮》很多次的有作品 未能通过电检 要取消放映 包括第15届的 或是收拾屋 收拾屋 收拾屋 我看过一个短片 就是说 手足要收拾屋 怕警察来搜索 16届的 Time and time again 上届更有三部短片要删战内容 开幕短片 My pen is blue 被删战之后 楼下长达九分钟的黑画面 所以看到这个是相当 严峻 但我知道28刚刚讲的这班 先浪潮的导演们 他们这么努力去做事 我们觉得是相当难得 有人说香港电影已经死了 但我自己觉得 正如香港民主已经 瓜老陈一样 但我觉得 世界上没有永远的 死了不会代表不会復活 死了不代表 什么都等于零 仍然有很多人 依然温存着 扭一口气 点一盏灯 留一个人 依然很努力地 做好每一部的电影 这班导演編剧 台前幕后所有人 我要向你们 致上敬意 因为你们在一个 高压的情况之下 去做准一些 没有自由的情况之下 尽量争取一些 可以留下来的 星之碎片 吉光片语 所以这班导演 我们会对他们相当致敬 也很感谢 杜骑峰导演 这种 魄力 和感召力 OK 今天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